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萧家和沈家是世交 我堂堂萧家三少奶奶 怎么就成了沈彦卿的妻子了 你们想干什么 这是萧府司令夫妇的卧室 其实你们说进就能进的 你 别动 什么人啊 把灯打开 是 萧府司令 不打扰吧 这大晚上的带这么些兵来 想做什么呀 警备司令部接到线报 说半个时辰前 共产党人沈彦卿的妻子 盛寒军闯了进来 我奉康司令之命 特来捉拿 你今天若是找不出共荡 恐怕就离不开这儿了 北辰 不要为难张副官 他也是奉命行事 张副官 既然侍奉康叔叔的命令 那就随便看看吧 圣寒军 给我拿下 看你们谁敢 张副官 我记得 我们曾经有过锦面之缘 怎么几年过去了 你就不认得我了吗 认得 你就是沈彦卿的妻子 盛氏集团的圣寒军 萧家和沈家是世交 我堂堂萧家三少奶奶 怎么就成了 沈彦卿的妻子了 您要是实在认不得我了 可以去请康叔叔过来 当年我和北辰结婚的时候 他还前来祝贺过我们 他肯定不会认错人 林航警早在五年前 死于一场大火 为此萧府司令 一蹶不振 还差点一物战机 此事 全直北人尽皆知 笑话 我萧北辰的太太 死于一场大火 你见我们萧府 办公葬礼了 你见我们萧府 召告天下了 怎么 还是康司令亲自过来叼咽过 可是 萧府司令 我听说 您曾经多次 把圣寒军误认为林航警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跟沈彦卿大打出手 这 是 怎么解释 此前 我对他太太的确有过一些酒后不当的言行 真是我太太都没跟我计较过 你跑来跟我计较 你们警备司令部 管得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你今天若是证明不了我太太就是圣寒军 就想离开我们萧府半步 萧府司令 把枪放下 都放下 萧府司令 误会 肯定是误会 好 好